我们接着来聊,张希纯的一案,有一人年24岁,这么年轻有什么症状呢? 他总是胸中满闷,总感觉自己胸闷憋气,然后昼夜咳嗽,斜下疼得厉害,一咳嗽两斜就疼,我们可以理解为是,干气不舒,然后请张希纯来看,张希纯一整脉,脉象还算平和,没有什么大问题,但是重案的话,危险无力,这脉,像一根琴弦一样,没有力气。 张希纯就想,他两斜疼痛,一颗就疼,有肩胸闷,张希纯认为是干气不舒,然后投了点,理气之药,所以就开了理气的方子,张希纯留了一个心眼,因为他脉比较弱,正气不足,就加了点黄旗,来辅佐这个方子,那么这时候,患者用了这药以后,结果咳嗽和胸闷的情况,突然变得越来越厉害了,更加了一个症状,说话声颤抖,这可把张希纯吓坏了,就仔细询问了病因,结果,知道这人是这样的,家里的活都是他干, 庄稼帝的活也是他干,是位劳动者,因为感冒,胃口不好,没吃东西,就下地干活去了,饿着肚子去干活,结果,就得了这个症状,各位是这样的,张希纯说出了这个病的来由,怎么回事呢?很多人因为饿着肚子去劳作,去干活,导致大气下陷,因为你在好气,好气到厉害的时候,你这个身体,就要消耗自己的正气了,我们今天,很多人不懂这个,其实,饿着肚子去干活,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,尤其是干体力活的,现在很多人这样, 比如,白领早晨不吃饭,上班快迟到了,赶快往单位跑,到单位以后,正好赶上班东西,这时候,就是在消耗,你自己的正气,长期以往,就会出现各种问题,比如四肢无力,酸软,总爱腹泻,记忆力下降等各种问题,那么张希纯知道他福里气要不受,断定位,大气下陷无疑,张希纯立刻投了生线汤四剂,用了以后,结果,这个患者的病就好了,张希纯,回头总结说, 这种病确实很难辨认,幸好没有犯太大的错误,及时把病人补救回来了,各位,记住,你给人看病的时候,千万不要,自己吹自己,自己抬高自己,觉得自己很厉害,诊断很高明,千万不要这样,张希纯这个病例,他能把它写出来,而且,很坦诚,人家一代名医,把自己当时犯的错误,也给写出来了,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,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,不要饿着肚子,去劳累, 这样会消耗我们的政绩,各位,今天就聊到这,感谢支持